歡迎收看開運氣體能 大家好 我是妮 今天我們的主題是 愛情的傻女人 說到愛情 我們女人就變傻 真的有這麼傻 傻到外傻 我跟你說 女人只要是碰到愛情 就笨到為一個男人犧牲 犧牲我們青春的肉體 犧牲金錢 犧牲時間 你看看犧牲到現在三期就好 這樣有犧牲嗎 有說沒有有說 那今天呢 後來我們又得到的是什麼 暴力相向 當然我老公是沒有 我是說別人 今天我們來的特別來賓 還有加上劈腿很可怕 還有一件事就是囚禁 好可怕 我們女人的自由都沒有了 你知道嗎 我們今天來的三位女生 有婚大婚 女婚跟第三婚 我們現在介紹我們的理婚 沈峰如 妳好 還有第三婚 江映揚 我們現在介紹我們的頭一婚 就是王楠環小姐 做一次介紹 為什麼我要做第一婚 第一婚 妳怎麼沒第一婚 來製造成妳嫁四面 她的四面 離婚四面 這樣沒說 我不覺得這笨 我覺得這是在我的人生經歷上 有多采多姿 讓我更懂得去學會的 不要再被騙 多采多姿 妳一輩子就看過四姿 還不錯 而且妳很漂亮 等一下再跟上面聊妳的外公 我們先來介紹我們的老師 欣欣王子 大家好 還有這位童童老師 大家好 謝謝 我幫我們笑 看起來 妳很好笑 怎麼講 我對愛情啊 就是比較執著 然後可能男生講的話 我都會很相信 一昧的相信 有些女兒是知道 對方是在騙我們 可是我們願意讓她騙 因為就是愛她 其實我當初認識那個男的 是因為我們圈內人介紹 造型師 但是我是 戴一個 叫阿伯媽會不會介紹 對 不能不會介紹 這種優惡 這種優惡 因為她是那種 她是天蠍座 我不是說 妳那個男朋友是天蠍座 對 然後我不是說 所有天蠍都不好 但是這個人比較奇怪 她很會怕 等半年 就是我都不理她 那老師就知道 就為了要拔妳 等半年 對 然後我都不理她 反正約什麼 透過人家約都不理她 妳越是這樣 她越是要對付妳 對 如果太好拔的 根本就是沒興趣了 後來哪知道辦以後 就跟她就是進步交往 然後就開始 很多問題就出來了 就是控制欲太強 像我要去工作什麼 就說妳不要去啊 酬勞多少我給妳這樣 很好啊 哪有 很爽嗎 要是我就不去了 但是她沒給啊 講場面的 對 我說 那個酬勞大概是2萬 她說這樣子喔 我先看看喔 妳有沒有跟那個男生聯絡 如果妳沒有跟 所有的男生亂聯絡 我這錢會給妳的 她是拿條件交換耶 而且把我的朋友圈 什麼都斷掉了 也不能跟女生聯絡喔 說女生 妳跟女生聯絡出去 就是她會介紹男生給妳 就把我整個環境 我的生活都已經包圍住了 她覺得妳的女朋友 會帶壞妳就對了 後來她還有嚴重到什麼狀況 會跟蹤妳嗎 其實譬如說我們出去談事情 那有時候就是會約在哪裡 妳不必要去報告 因為工作 可是我們到每個地方 她都知道 譬如說好 我到某某西華飯店 二樓有一個包很安靜 所以談事情 她說妳現在是不是在那個二樓 我說 對 我說妳怎麼知道 她說妳現在下來 我說不可能 我現在談事情 因為我在一樓拉妳 對 我在Lobby 我說什麼東西 每到一個點 包含我跟我朋友出去吃飯 她都可以知道我在哪裡 我覺得這 我的人生那時候 我開始反省說 其實我要過這種生活嗎 真的很可怕 遇到的真的很可怕 因為我人沒有自由 沒有空間 我覺得 玉莉妳有沒有碰過 站有一個很強的男人 其實一個男人如果說沒有那種 自由的氣息 就不會吸引我 所以我比較不會碰到 但是我的朋友碰到很嚴重 我剛剛聽她那樣講 我覺得都還慶幸 像我一個朋友 她其實在外面 我跟妳有一個朋友 還是妳不好意思說妳不行 我就以為妳是兩性真真 妳就越碰過這種壞男人 我們是不會相信的 因為只要是女人 都已經聽了她反過來 長痛的聲音是沒有 可是那個例子 真的讓我印象深刻 就是一個朋友 她其實外面亂玩 就是她其實就是很喜歡 跟很壞的女人越壞越好 玩得很精采 到了四十幾歲的時候 她就去找一個剛畢業 二十出頭的女孩子 娶了她 就放在家裡面 但是每當她 譬如說看到那個女孩子 乳溝露出來了 她就想到說 當她在外面的時候 一個女孩子露乳溝出來 男人想的是什麼骯髒的事情 她最了解 然後她就接著想說 如果是她自己 她會怎麼樣跟那個女孩子怎麼樣 她就越想 一想到這個 看她老婆那個乳溝 她就可以聯想到自己壞 就想說完蛋了 她一定在外頭 男人都想對她壞 如果像我這樣子 我老公如果這樣想不是玩的 我就天天在露乳溝 她就抓狂了 她就把她那個衣服撕掉 說你要穿這樣 你乾脆不要穿算 然後她就去買很多那種 寬寬鬆鬆那種 像農夫妝那種 很舒服寬寬鬆的那衣服 買一堆給她穿 規定她20出頭的女孩子 一定要每天都穿那種衣服 那就像果粽子一樣 她自己還是在外頭玩 她還是跟那些壞女人在外頭玩 然後說我家裡是好女人的 她就比較嚴重 沒有 我覺得她這個就是 就是說有那種大男人主義 就是很不公平 我高興怎麼樣 我怎麼樣都OK 妳是我老婆妳就不行 妳就要三從四的 對 我覺得有點類似這樣 妳有沒有問妳那個朋友 她那個男朋友是什麼星座的 什麼星座沒有問 她那個老婆跑來跟我哭訴嘛 就說她怎麼會這樣子 因為我後來有幫妳調解一下 可是她不願意離開她 因為她是非常崇拜她的 你知道她們有她的本事 她反而覺得男人這樣子很 因為她很愛我 所以才怕我太暴露 她很聰明 她就找一個剛出社會 她沒有什麼見過世面的 以她當時的成就 我們看起來只OK而已 可是那二十幾歲 妳還是覺得她很棒 好棒 妳那個男朋友是天蠍座 她這麼糟糕 妳也跟她在一起四年 然後她講說跟我 怎麼講 說錢要付給我 沒有 最後還跟我借錢 還跟妳借錢 還跟我借錢 我就很生氣 而且還分期付款 什麼 借六萬塊 然後分了十二期吧 那有還妳嗎 還得很不乾脆啊 說 好啦 好啦 跟你借個錢 我覺得這個人 TOTALLY是讓我覺得 是個男人嘛 我那時候 我覺得我那時候 應該有卡到印 就是對這段感情 奇怪 我是哪裡不對 就明明有很好條件的人很多 那我為什麼會選到這裡 長得又不帥 然後說她家有錢 感覺都沒有 沒有看到半個有錢的印字存在 當然交往前提不是說 對方要有錢 我是說喜歡她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一切都 都是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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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 差 那妳到最後怎麼行的 最後是有發生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因為之前很多朋友就說 這個人不好 沒有一個 如果啦 我交一個男伴 如果周遭朋友都不喜歡 其實我這樣過著也沒有意思 因為我不能跟她單獨 就是過一輩子吧 也要很多朋友這樣 所以妳所有的周遭的朋友 都不喜歡妳這個男朋友 對 男女都不喜歡 因為她的個性太奇怪了 就很詭異 其實到最後 因為我覺得她做了兩件事情 很可怕 就是第一個就是在我家樓下 我不知道天一座的耐性這麼強 它可以等一個人等八個小時 而且在原地 我就是要開門 然後沈芳如 我嚇死了 對 還好我哥的朋友還沒走 然後她就說需要幫忙嗎 因為她只是朋友 她會覺得說 妳是不是跟她在一起 被我抓到 妳完蛋了 妳這一次死定了 我那男的說沒事 沒事 然後她說我是她男朋友 沒事 沒事 等她一車子開走 她就把我整個 我飛鞋包 把我整個人這樣往地上這樣扯 扯了不知道幾公尺 我都不知道 我連鞋子都掉了 反正我就是要跑 要跑 她把我拉回來 一直甩一甩 她說 她就開始發狂 發狂 把我東西都摔壞 然後手機 我覺得我的手機被拿走 我就覺得我的 我Naked就是全身都是被脫 就是隱私都沒有 我好不容易喔 就這樣逃… 開門 嗆上去 然後手機想說算了 因為這次就是斷了 就這樣 那手機被她拿走 我就很難過 因為我覺得我… 那一次真的撤了嗎 妳真的撤了嗎 就是我對她 就是我有找人來… 處理 處理她 對 我知道有離找王楠的兄弟 沒有啦 對不起 那時候我還不認識 我認識 但是如果說我那時候 我真的認識 對啊 沒有 那不一樣 不一樣 那完全不一樣 就是說如果有朋友什麼的事情 我會很打爆我不平 我會去找那個男的 妳打爆什麼屁不平 妳自己四段婚姻 妳要被打 妳自己要打爆不平 妳敢打白人 你就不敢打自己的王就對了 這叫不是說不敢 我就是說 我覺得說我今天我跟她在一起 我是她老婆 那我會覺得說 好 我們現在問 這裡第二宮公園 現在看世界第一宮 四段婚姻 還有被打 她是兄弟的女兒 還被打 其實就是說 我雖然在兄弟圈長大 但是就是說我的… 觀念還是很傳統 對…我是一種非常傳統的 就是說我今天嫁雞隨機 嫁狗隨狗 那我今天嫁給她 我覺得我就是扮演好 我老婆的角色 那我會一而再 再而三給她機會 我們談談妳第一段婚姻 這個第一段婚姻 我現在回想起來 我覺得真的是很草率 今天妳認識沒多久就結婚 對…因為那時候 是我跟我的初戀男朋友 為了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因為她就是等於是 強壓著我去打胎 那我覺得對我身心來說 我受到很嚴重的傷害 非常嚴重的傷害 而且我覺得我… 我沒有辦法原諒這個男的 所以後來我就離家出走 然後我就讓他們找不到我 那我就離家出走的 這段時間 我就到了一個 我們是一個哥哥開的一個 鋼琴酒店 那我就在那邊唱歌 那我第一任前夫是 那家酒店的經理 那你要知道當女人 在你情感上最脆弱 而且受到傷害的時候 突然有一個男的 就是說對你特別的關心 特別的照顧 對 那你就會就是說 很容易的就陷入那個… 這是我最常勸人家 千萬這個時候不要的原因 對 但是他只是一塊浮沫 他並不表示說我真的愛他 我自己感覺 你自己想找個人可以 對 太浮沫 讓自己比較沉下去 對 我對他 我覺得我沒有愛 只是我那時候我覺得說 好像有一個男的這樣關心我 對 我會覺得說好像我可以有個肩膀 可以這樣依靠你知道 所以後來那時候 他在追我就是很殷勤 而且對我真的是百般呵護 百般關心 然後而且就是說 因為我從小的家庭生 成長的因素 我一直很渴望說 我想要有一個屬於我自己的家 對 所以後來那時候 我就跟他講說 我說你要不要跟我結婚 然後他居然也很乾脆跟我講說 好 因為他是離過婚 可是妳不愛他 在那個時候我是最脆弱的 我覺得我覺得我好像已經 找到了一個 希望有一個家的保護力 對 有一個依靠你知道嗎 所以後來那時候我去跟他講 因為他是有離過婚 而且他有一個小孩 所以那他也很想幫他的女兒 去找一個媽 找一個媽你知道 結果後來等到我們結婚以後 然後就住在他家 那後來我才發覺到 一些很恐怖很恐怖的事情 因為他是有那種 對 有一種病態 他喝了酒之後 他就會有那種暴力的傾向 對 而且他就是說 不光只是打我 全家都打 對 只要就是說在他身邊的人 他都會倒楣 他就會被他打 而且他那時候就是已經 完全就是不認識這個人 等到第二天他酒醒了 你跟他講 有嗎 沒有 他不是說有 他會很誠懇的 甚至跪在地上 然後就是說來認錯 悔改 說他下次絕對不會再犯 但是問題重點是就是說 當他酒一喝到那緊繃了 然後一點點事情引爆點 就完蛋了 對 有一次你知道很誇張 就是那時候他的朋友嘛 然後就是他們去喝 他打電話給我 那我聽他那個電話的聲音 還很OK喔 沒有像是那種喝醉的你知道 那他說要不要來吃宵夜 那我還很高興 然後我就去了 然後吃那種麵攤的 那種路邊攤 對 路邊攤的 就是說有水餃 麵那些的 切些滷菜 滷糧 你知道 結果還有 等到我去到那邊的時候 我一看不對勁 因為他那個眼神 眼睛發直 眼睛發直了 我知道完蛋 那時候我心裡很後悔你知道嗎 快撤 對 還要告訴我 幹嘛要來你知道 快撤 結果後來你知道 就突然不知道是怎樣 好像是他去點東西 那老闆不太屌他你知道嗎 然後好像他就整個兩公了你知道 那麵攤不是那個有煮水餃的那個 那個攤子 對 你知道 整個掀起來 你知道他就是 結果就給人家去把那個攤子 整個都打下來 然後我就很倒楣 我又很純 就關妳什麼事 對 其實我那時候 後來我在想 我為什麼要死巴巴的站在那邊 我早就應該不知道 閃到哪裡去 結果還站那邊 我還去拉它你知道嗎 結果後來那個 整鍋的熱水 就這樣潑上來 你看我現在我這邊是花的 就被燙傷 對 整個被燙傷 對 整個被燙傷 那時候還送到馬街醫院急診室 Oh my god 然後他還 你知道他還多誇張 我們在馬街醫院急診室的時候 他還到馬街醫院急診室 然後在那邊發飆發神經 連那個醫生都要打 他繼續追殺妳就對了 對 然後有一次也是很誇張 有一次就是他回來你知道嗎 回來就開始就是 就在那邊就打他爸爸 連他爸爸也打 對 因為他就是 他完全不認識了 他不知道你知道嗎 就要打他爸爸 然後你知道 那我一看情形不對你知道嗎 我就趕快翹頭你知道嗎 因為那門是開的 因為他一進了 他爸爸在那邊打 然後我就趕快衝過去 你知道那時候 連鞋子都沒穿耶 然後後來 你又不能蹲在馬路邊吧 那我就怕他會追出來什麼你知道 後來我就跑到那警察局 那警察說小姐妳有什麼事 我說沒有 我說我沒帶鑰匙 我說我現在很累 妳借我坐一下坐到天亮你知道嗎 結果那警察就看我 但也沒有什麼很嚴重的事 他就讓我坐在那邊 他又等到天亮以後 我又打電話回去你知道 那他媽媽接著電話 結果他媽就跟我說 還好妳沒回來 因為他媽早上要做早飯 你知道在廚房 找不到菜刀 結果還打看我房間 那菜刀就放在那個床頭上 對不起 我還是要問妳一句 妳那個時候已經在跑了 沒有想要繞兄弟了 對我的家人我是報喜不報憂 而且我都會讓他們 所以妳也不會跟妳大哥講就對了 對 因為我不跟他講的原因就是說 因為其實我哥哥這一輩子都很辛苦 都是等於是在苦藥裡面進修 你知道 那我是 我知道因為他很疼我 那我不願意讓他知道說 我被欺負 我被打壓 對 妳又害他進去蹲了 因為我知道我如果跟他講 他肯定會去找 那如果萬一出什麼事 那是不是我害到他 所以我不願意去講 所以這種暴力景象的男人 真的是很可怕 依妞妳有碰過嗎 我說的話真的要聽 我勸的都要聽 因為我都吃過苦 那些苦我都真的吃過 我才知道說妳千萬不要這樣做 像剛剛什麼六萬塊 我一年三百萬我都花了 然後什麼那個打人 我被打到踹到路邊這樣 用打到臉 那個時候妳已經兩性專家了嗎 沒有 還沒有 還在學習階段 還在修煉這樣 妳怎樣背的 他就是 他像剛剛講說掌控 那個人不會掌控 但是他思想要掌控你 就是說你不能不認同他的話 那時候還是大學 然後呢 他會覺得說 這個劇本很棒 那你竟然不覺得有這麼好 你跟他討論的時候 你只要不同意大家的想法 第一次他是覺得 蛤 天啊 你不覺得很棒 碰 碰 就打到那個窗戶 他先開始先打自己 窗戶那個就縫了很多針這樣子 所以啊 女人要注意 如果當一個男人 他暴力第一次對自己的時候 他下次會是你 就 不過打自己還好 可是下次就會輪到你 真的 所以只要會先傷害自己 對 他下次應該就是會傷害 早晚的問題 可是那我碰到的 他都是直接都傷害我 他沒有先傷害自己 所以妳第一次 所以妳第一次 對啊 目前妳是第一次 妳是排行房子第二次 那我今天可不可以領金牌 有可能 等一下談論的話題 如果是更勁爆一點 就可以領金牌 好吧 聽說有一次在台大校園的旁邊 因為打久了會有習慣 人的模式都會搞清楚 我就知道說OK 現在打了摘下來不行了 我就有一個新招 我就蹲下來 我護著頭 妳還會閃她的招數 她的招數都是固定的嗎 差不多 人都有行為模式 因為臉容易看到 這裡輕一塊那裡的 然後這樣子很不容易遮 因為不能讓同學知道 不能讓老師知道 因為她都班上第一名 我不能讓別人毀了她的 你知道我有多過 還替她想 我還怕說別人知道了 會毀了她的前途 所以我就想好 蹲下來 護住頭 縮在路邊 這樣子被打的那個面積 一種面積會縮小很多對不對 因為人站起來跟縮起來 就很聰明 結果沒想到 她腳一直在踹 就用腳這樣子踹這樣 然後呢 對 我講這個 我都很怕說我爸爸會看到 他會心疼死 這些女兒養那麼大 去給人家這樣踹 那時候都不敢讓家裡知道 踹到那個警衛跑出來問說 小姐妳有沒有需要幫助 然後我第一個念頭 還是想到不行 這事情傳開了 還是不能講 她就完了 我沒有想到我會玩 她就完了 她怎麼辦 我說沒事 我只求離開就好 剛開始你都以為有原因 我也覺得是我脾氣不好 不然我又不是被虐狂 我怎麼會待那麼久 還不離開她 剛開始一定是 就是懺悔 我怎麼會是這樣的人 我天啊 我沒有辦法接受我自己 她會跟我懺悔 可是她也沒喝酒 沒有 她也不像王王的畢業 不需要喝酒 要打人不需要喝酒 我還心疼說 她是怎麼樣的心情 她這樣子的話 她一定會很難過說 她那麼愛我 平常是很好很好 同學都好羨慕 她就會想 我就會想說 她那麼愛我 她竟然打了我 她一定很難過 很後悔 我就跑去她住的地方 安慰她 她就說 就是跟我懺悔的 我跑去找她 還好她跟我懺悔 然後兩個人抱頭痛哭 就結束這件事說 好 那我也改脾氣好不好 現場北宮 應該是吧 不想聽什麼 好像妳是北宮 可是那時候有一種 那種甜蜜的氣氛就是說 我們是這麼的注定要相愛 但是我們有這麼不容的 妳還是又愛又痛 對 就不相容的個性 好 那妳改我也改好不好 大家約好 所以我就 妳說有沒有理由 後來已經改到 我覺得我脾氣都已經 到什麼地步我才醒了 就是說 我開口還沒有反駁 通常是不能反駁嘛 反駁她會打我 已經到了說打順手了你知道 打人是會順手的 會習慣 對 然後有一次我發現說 她講了一個什麼 我開口要附和她 我想好 我現在就是跟你一樣 Be nice 要學說好話 我開口還沒話還沒吐出來 就打下去了 那我才醒過來說 原來不是 所以她以為妳要反駁 對 所以原來不是我要講什麼 那不是重點 原來她就是要打妳這樣 然後我就 那個時候才下定決心 跟她分手 對 但是當然也沒那麼容易分 以前當然講過一些傻話說 我們這樣子又不能改善 又不能分開 我們不如一起去死了算了 那天她就說要去死 我說對不起 我明天有考試 我還沒有看完書 沒辦法陪妳去 醒過來了嘛 她說亂醒 那妳以前都是騙我的 妳講的屁話 妳說要一起死 我說我沒空 妳自己去 妳知道聽完左邊 聽完右邊講 好神奇的 對 我發覺這些事情 好像都有到我身上發生過 妳知道嗎 真的啊 接著很不一樣 那個是我第一個 妳的第二段婚姻有多看嗎 聽說妳第二段婚姻 妳老公很老實 我跟你講我不誇張 她是真的是 妳看她 妳就完全就覺得說 哇 那個真的是 真的是老實忠厚 忠厚又老實 因為那時候我就覺得就是說 因為我第一段的婚姻 是有這樣子暴力 所以我就告訴我自己就是說 我就不要再找 就是說有這種 涉足深色場所的男的 就是找一個老老實實的 就說安安分分的那種 就算薪水不高也沒所謂 就後來那我這第二任前夫呢 就是真的是一個老實人 薪水還真的不高 結果後來她也是就是 如妳所願 對 當我跟她結完婚之後呢 那我才發覺 為什麼三天兩頭有人來要載 那時候後來她跟我的說法是說 因為她的前妻是得了癌症過世 所以在生病的那一段時間 花了很多的錢 因為那時候都沒有那個什麼 健保啊 保險你知道 那好 那我也會去相信啊 那我想OK啊 那妳前期人已經枉身了嘛 那這個責任還是要擔下來嘛 可是問題重點是 每次這一筆帳付完以後 那我就問她還有沒有 她都會跟你講沒有 可是過沒有多久又會有 後來你知道永無止境的 很長一段時間 也還了不少錢 後來有時候 有一天我就在想 奇怪 我說會不會是 跟她朋友 串通好來設計我 對 然後來跟我講說是 她有欠錢 然後我就幫她還錢 但是她把那錢拿去吃喝玩樂 那我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她很笨你知道 因為那時候後來我就搬回 我娘家去住嘛 她的兩個兒子跟她 也一起回到我娘家住 那時候她就是 因為我們那時候就等於是 眷村拆掉改建了嘛 那就是我們還有很多那種 老鄰居也都有住在那個 附近啊 或是同一棟 那她很喜歡打麻將 那她就去我們鄰居家打麻將 然後還要去找我們那些鄰居的男的 就帶他們去喝酒 那她實在也很蠢 她以為說她請人家喝酒啊 請人家玩女人啊 人家就不會講 那搞不清楚神之無之 他們跟我是從小一起長大 她跟我還是比較有交情啊 對 我鄰居還是會來跟我講啊 我跟妳講 妳要小心妳老公 我說幹嘛 妳老公怎麼又要去 什麼喝酒 就講給我聽你知道 然後我心裡想 她哪裡來的錢啊 後來她突然間恍然到 對 後來那時候我就一直在回想 她哪裡來的錢 結果後來終於讓我想通 她是不是串通好了你知道 而且後來她那時候也有跟我講說 因為她白是在一個電子公司嘛 就是當個小小的那個資源 然後薪水非常微薄 因為她還要養兩個兒子 然後我就後來她又跟我講說 她想要開一個那個 小型的那個加工 加工廠 對 那我想也好啊 後來我就製作她 然後後來都說賠錢 然後還要一直在增資 後來弄到我也沒有錢 然後後來我們就把房子給賣了 妳要為她賣房子 對啊 幫妳賣了也是給她 那妳後來怎麼知道的 人家不騙妳要騙誰啊 對啊 這麼好康 妳一直挖就有 對啊 後來妳怎麼發現的 那我今天嫁給她 我覺得 對 我覺得就是 兩個人就是一體嘛 妳引誘人犯罪喔 妳回事多久 這段婚姻 也是一年多吧 那妳要知道喔 我每一次就說受過傷害離關婚之後 我都要很長的一段時間來療傷 暫時的朋友 好 我們現在來問一下詹老師 怎麼樣守面向的男生 是外表看起來老實 事實上是問題很多的 譬如說這個男生 如果他的面向裡頭 唇後血又爆出來的話 這種男孩子 我們所有的觀眾也比較注意到 婚前 談戀愛前 可能講的話比較呆滯 可能不至於那麼甜美 可是同居後 結婚後 他可能就是一個 因為牙齒外爆的人 他比較容易直來直往 可能會直接講一些 妳受不了傷害妳的話 譬如說妳叫過三次 還有什麼好挑剔啦 或是說妳前面有打妳五千 我打妳兩天而已啊 譬如這樣講 或是她只抓妳頭髮 我只抓妳耳朵而已啊 譬如這樣講的 這種牙齒爆出來的男孩子 有時候 這容易 他去整一下牙 當然要啊 所以整牙絕對是有幫助的 第二個嘴唇後男孩子 因為看起來很溫柔 那有什麼問題呢 他可能對別的女人 也容易放下感情 這時候變成他三腳企蹄 他跑去劈腿的危險 然後呢 第二個 其實這就是我們說 本身有些男孩子看起來 有個單眼皮 或是說眼珠比較小而細長的 好不好 這種男孩子妳要注意到了 非常嚴重 他婚前 婚認識妳之前或交往的時候 看起來好像度量很大 可是當妳跟他相愛的時候 問題出來了 妳看別的男生 他會跟你拔著 這不公平 妳是靠我 這不公平 妳是靠我 妳是靠我 所以他這個 他這個代表 換句話我包裝一下好了 他就是愛很執著 占有欲很強 他愛吃醋 他的女人如果看別人 讚美別的男生 他心頭不高興 講一次可以 講兩次可以 講三次他就會抱起來 小鼻子小眼睛 所以難怪星星王子 也有三段婚姻 他這差好多了一段 你兩個有個拚 但是你還有機會補 沒有 沒有 沒有機會 我鼓勵你 我鼓勵你 我們在平行 不可能 這很棒 所以男生眼睛小 代表他有時候不是心眼小 他佔有欲很強 他的眼裡不能留下 任何愛情的沙子介入 所以他對他愛的人很在意 那時候表現的方法 如果比較偏激的話 就變成打 罵 甚至於我們所說的肢體語言 我這也不會 這個我也讀過書 他是先自殘 還不在另外一階段 對 所以對眼睛小說的這樣子 好 其次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我們所說的 有些男孩子有沒有 眉毛前蜜後疏 我們稱他為斷眉 所以我們男孩子很煩惱 就是前面這頭 眉頭很濃 毛很蜜 眉尾巴 眉尾的地方很稀疏 這種人叫做 叫做乙性斷眉 你知道他在談戀愛當時很好 可是他直接電話一響 你打給我 馬上眾有青涩 打麻將 喝酒 通通跑光光 每天你要容易獨守空閨 那這種男孩子問題出在於 太重視朋友 有時候一個月只賺六萬塊錢 可能一次被別人倒 會倒個六十萬 六百萬的 你跟他在一起 要把他交友的部分 非常仔細的把他看護好 這樣才不會被壞朋友帶走 這個是面相的部分 記住啊 講他男人劈腿 映尾 你抓過你的男朋友劈腿 你還容忍他 其實我真的現在是會偷笑 我不瞭解 為什麼會有人這樣子笨 這是我那時候大學剛畢業不久 就開一個咖啡店 然後因為很辛苦 什麼從裝潢到後來開店 就很辛苦很辛苦 就忽略了男朋友 但是有時候會想到 對 很久沒陪他 去他家找他看看好了 結果一去 晚上已經那個店都打烊了 到他家很晚 11點多了 還沒回來 然後他媽媽就有點尷尬說 你等他一下好了 然後我就坐著跟他媽媽一起看電視 看看 看到兩點了 還沒回來 然後他媽媽就說 你要不要先回去 因為他覺得他兒子會吐嘴這樣 會被我抓到什麼 我說不用 不用 然後到了三點多 終於回來了 他回來他就看到 怎麼會我在 那我就覺得說 你那麼晚回來 那因為他很容易熱 我就幫他擦擦背這樣子 然後就在擦背 你知道女人知道一對男人好 男人就有點心慌 就會講出來 你知道 你別問他 他可能會跟你兇 但是你就給他擦擦背 擦一擦他受不了了 他覺得他自己是王八蛋 他就講出來了 說其實我剛剛是跟一個女孩子 我們公司新進來的 因為大家都要追他追不到 那我就會覺得 好像追得到的才是英雄這樣 結果那女孩子對他有好感 他們就去了一個KTV裡面 然後就講... 想連那個KTV叫大地震都講出來了 我就覺得那個畫面是在演這樣子 但是我那時候是想說 好 是我的錯 又來了 是我的錯 永遠都是女人的錯 對 我忽略你 我不應該這樣盲電 然後不管你這樣子 因為他不贊成我開電 好 從今天開始 你去跟他斷了 我會盡量陪你 然後我就每一天打烊以後 都搭計程車去他家看他每一天 但是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他跟我說 我說分了沒 他說我覺得這樣滿好的 他就很可愛 就很老實 就說他不要再承認誰是女朋友了 他覺得這樣兩邊都有滿好的 他嘗到滋味了你知道嗎 然後因為他第一次劈腿 他不曉得怎麼去說謊 他是一個不太會說謊的人 他就老實跟我說 說原來這種感覺是還不錯 他覺得腳踏兩條船還滿爽的 那我 噔 又醒過來了 知道說好 那這是沒花錢的 沒花錢的 那有花錢的 有花錢的那個就是 因為那時候開一個出版社 他美編我文編 很理想對不對 可以這樣兩個打拼 然後就可以把公司 擴大什麼的 但是他覺得要有點氣派 談事情好談 他車子不能買中古的 要全新的 好 買一個全新的車 他要的那個牌子跟型號 穿著不能夠出去 談事情不能丟臉 因為他以前都 好像被同學 朋友都瞧不起 所以OK 什麼Down Here的休閒服全套的 DKNY的西裝全套的 買不夠還跑去香港 香港比較便宜 買那個Belly的皮鞋 什麼包包什麼都買好了 都set都好了這樣子 什麼都有了對不對 然後去租了一個別墅當辦公室 然後有一天 他就會搞那種失蹤三天 有一次失蹤三天回來 就問他搞什麼鬼這樣 然後呢逼急了 他就好像就吵架 他就為了要氣我 為了要讓我難過 他才說出來說 我告訴你 我剛剛就是從溫泉回來 我找我那個以前的女朋友 去洗溫泉回來 他開著我買的車子 然後去那個 我帶他去的溫泉 因為他以前從來不曉得 這些生活品味的東西 所以是我帶他去過的 我們玩得很愉快的那個溫泉 那因為他那個前女友 以前就是嫌他窮 什麼都沒有 所以不要他了 才輪到我撿 我把他撿回來 然後他就現在 有了他什麼都有 他要去給那個女生看 你看我來了 你不要瞧不起我 我什麼都有 我甚至可以理解他的那種心理 就是說好 因為你要出這口氣 所以妳還原諒他 這個不一樣 因為他是前女友 哪裡不一樣 只是前面沒有花妳的錢 這個有花妳的錢 因為他有告訴我 為什麼這個前女友 對他那麼重要 因為他以前辜負過他 你知道我們就是 有讀一些心理學書 就會覺得 所以你這個那個 所以理所當然是 你可以理解 你可以知道說 好 妳甚至跟他討論分析 他還要求我 可不可以一起幫那個女孩子 他想要贖罪 就說好 以前他讓他吃苦了 那就要求我 可不可以一起去幫那女孩子 我都答應這樣子 但我說 但是妳不能跟他在一起這樣 像我們去書店看書到半夜 那女孩子會突然打電話來 然後 哼 然後 哭氣 就掛掉 然後她就趕快打回去說 妳怎麼了 妳怎麼了 沒 沒事了 我很好 掛掉了 這樣女生心超重 我都學起來了 所以我現在就很厲害 心超重 對 然後第二天 她走不過去找她了 妳到底怎麼了 妳告訴我 所以 所以妳後來怎麼跟她分手 後來發現根本解決不了 解決不了 對 解決不了 問一下星星王就不要了 可是怎樣星星 女人 只要談了愛情以後就變笨了 星星跟月亮 對 星星跟月亮 除了這個以外 你不要跟我說我把手上榜 沒有 除了星座以外 我們還提到 被騙指數嘛 對不對 它有一個 那怎麼辦呢 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啊 對啊 一些方法 好 解決 就準備一些方法 知道 摩羯 摩羯座 上榜 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八十喔 好準喔 為什麼摩羯座人被騙 是因為摩羯座 這不是我的錯嗎對不對 摩羯座容易被騙的原因 是因為它傳統 他覺得說我今天做太太 或者說我今天要跟別人交往 他有一個模式 他覺得說別人都是這樣談戀愛的 所以應該是這樣 女朋友應該這樣做 好 應該這樣做 那或者說嫁給老公了 那覺得說我今天做老婆了 老婆應該怎麼做 他覺得這個是傳統 那怎麼辦呢 文藝座人不要擔心 有一個方法可以幫你解決 紫水晶跟黃玉 什麼叫黃玉 黃玉不是玉 它是一種TOPAS 它是TOPAS TOPAS是一種類似鑽石的一種 水晶體 對 可以讓它不會被騙 所以都在知覺已經可以讓自己 思考要多一些 來 第三名 真是的 今天有一個... 上榜 那我就上榜了嘛 你也很好解釋 而且我剛剛有百分之八十五耶 對啊 當然越來越高 就是這樣子 為什麼金牛座人上榜呢 原因很簡單 因為金牛座人就是執著 金牛座人這個執著叫 頑固性的執著 今天他如果決定了一件事情之後 他就完全不後悔的往前走 就是前面是一台爛泥巴 他只是看到爛泥巴後面有一個 哇 那個草 木草太棒了 一定要跑去吃 那個爛泥巴可能就變流沙 去現下才不到 可是越陷下去的時候 應該會很多人會往後退啊對不對 進去都不會 越陷下去呢 一往前走 沒錯 後面那個快要吃到木草了 我只要吃到木草 就可以救自己了 沒關係 就越陷越深 越陷越深 對 你也一樣啊 我跟你講 我現在覺得一件事情 你知道鼎音可能現在 就是給大家假象 他很幸福 其實他比我還慘 那怎麼辦呢 紅寶石跟紅瑪瑙 可以幫助你不會變笨 紅寶石 就碰到感覺就是黑石頭 可是你送給我那個是黑石頭耶 黑石頭它可以跟紅的是很接近的 黑跟紅的能量 都可以用在這個地方 他拿錯那是他結石拿錯的 所以我們就先朋友要紅寶石啊 對不對 紅寶石很重要 可是對金牛座而言 紅寶石更重要 是不是要打個電話 幫我訂一顆很大的 很大的紅寶石 最大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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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基本上 這是金牛座的頑固跟執著 會覺得我不會啦 第一次我已經受傷了 再繼續嘛 好 繼續這樣下去 不過還好 因為金牛座的耐力很強 正確 真的很準 因為現在在說你啦 紅寶石要帶啦 好 來看第二名 第二名是 這個巨蟹座 巨蟹座 原因是什麼你知道嗎 他就一個想法就是為了家 有時候就是為了 有一個家為了家委屈求全 對 金牛座也會是這樣 你是為了家要求全 對 為了家要簽下去 為了家有家人有小孩 你知道 就委屈求全 這個委屈求全一出來之後呢 怎麼樣折磨都沒關係 就怎麼樣騙他都覺得OK 因為你給我的一個家嘛 那沒關係 乾淨被你騙 他不是不知道被騙 他也知道被騙 可是他也乾淨被騙 對 會有這種情況 然後去月之後就是為了那個家 要求完美嘛 破解之道是什麼呢 黃水晶跟冬靈浴 什麼叫冬靈浴 這個冬靈浴 冬靈浴是一種綠色的寶石 它跟水晶很像 它水晶的結構 那也是水晶的那個結... 它不像透明的 冬靈浴其實很棒 因為冬靈浴是帶來幸福的寶石 就是如果你覺得不開心 帶冬靈浴會讓你開心 好 我們看第一名 第一名就不會是各位了嘛 對不對 射手座 百分之百 射手座的人就是 天生 女人 天生 相信別人 我多希望這是男人 天生 相信人 這我都沒有耶 男人也容易被騙啊 也是還是有啦 可是我 這個講到我一個很好的朋友 邝鳴杰 對 他射手座 對 他射手座 他是不是很容易就相信別人了 對啊 那麼多感情 我們就聊天 而且你騙還騙很久 騙很久就算了 對方條件還不是很好 對 你看 我們知道是誰了嘛 對不對 我沒講喔 我只是說還不是很好 對啊 對 他就是常常就相信嘛 就出於相信 而且是完全百分之百的 就是相信他 一到最後別人跟他講 他的壞話他還不相信 他說不可能啊 他對我那麼好 他怎麼可能會這樣對我 對 他照顧我的生活 照顧我的事業 怎麼可能會 講出來了 對 這個好 所以他怎麼可能會騙我呢 一直到很後來他才發現 真的是被騙 怎麼辦呢 這個 還有一個叫西瓜壁形 希望我們這一集 郭敏姐有看到 紫水晶還有西瓜壁形 我相信你跟他做好朋友 你應該會跟他講 你這樣講他就會凹我了 你應該給我準備一下 好 我們先來談談 你第三段婚姻有得理嗎 你的最精采好不好 你的第三段怎麼了 這第三段其實就是... 可以說是一個報恩 因為那時候我念國中的時候 就那天我剛好上學的時候 就對面村子又 那些男生又在找我麻煩 我就在跟他們吵架 我這個人個性就是喜怒哀怒 我都表現在臉上 我就不會暗看 那就還吵完以後去上學 就碰到我那個第三任前夫 他說你幹嘛 嘴巴嘟嘟嘟那麼高 那我就真的是完全什麼都沒有想到 我就是劈哩啪啦就講出來 就是說他們欺負我 怎麼樣... 那我真的沒有想到說 事情會演變到這麼的嚴重 他們當天晚上 因為他們那時候是被稱之為小太保 就當天晚上就去把對方殺到快掛掉 幫你出頭就對了 對... 所以後來那他就被抓去關 結果他再碰到的時候是 因為那時候我在開酒店 那他的一個兒時的玩伴 然後他們還有在聯繫 那個人到我店裡面來喝酒 那我就是有認出我 那他跟他還有在聯絡 他就當場打電話給他 後來他有在電話裡跟我聊 那後來他從那第二天開始 每天就到我店裡面來 每天 一個多月 我店裡面每一個員工都說他好 那時候我也覺得就是說 我虧欠他的 我覺得我有必要就是說 去回報他一些事情 但是我不知道我能幫他做什麼事 那他既然跟我求婚 那我就嫁給他 結果後來當我們 就是說結婚的第二天早上 因為他本來那時候是 在一個很正常的一個公司上班 就是說做房屋重介業 結果後來第二天早上 起來的時候他就跟我講 我跟你講 我已經辭職了 我說為什麼要辭職 工作好好的為什麼要辭職 他以前跟你講 去跟你哥談 那個看你哥可不可以幫我們 來 我不騙你 那時候我一聽我那個 整個心號 就已經有點在揪 因為我覺得他怎麼會這樣 你知道嗎 才第二天 對 第二天 後來我就跟他講 我說不太好吧 我說今天你要是接觸到這條路 就很複雜 而且今天你要A麻將 那你要找這麼多的咖來捧場 那是不是人家在A 你是不是要去回捧 你知道嗎 他馬上跟我規矩什麼 老大怎麼做你就過怎麼做 就這樣跟我講 你知道嗎 我當時我真的 我傻住了 結果後來你知道就開始 這個很恐怖的生涯 他不但是麻將 後來就是排酒 他也不會賭 然後他就叫 叫叫叫那個 從我哥那邊認識的那些兄弟 帶著他去玩你知道 一個晚上就好幾百萬 然後更誇張是 他只有一輸錢回家 我就倒大煤 又打你啊 對 我跟你講他誇張什麼 比如說早上回來 那我習慣性起床以後 那我一定會把床單都折好 把窗簾給拉開 就稍微打掃抹一抹整理 一進門 就開始三隻筋在幹掉 老子輸錢 就是因為你把窗簾給拉開 然後就一巴掃過來 你知道嗎 真的很無理耶 真的很誇張 然後有一次是 那個他叫我去陪他去打牌 我很不喜歡在人家旁邊看牌 所以後來我就在客廳 我就坐在那個椅子上看電視 結果真的是很累你知道 看看我就睡著了你知道 睡著 然後同樣頭很痛你知道嗎 睡覺 他就會睡什麼睡 他是不是輸 對 他說 他說我把他睡輸 你跟他維繫多久 新年多 希望我們今天節目的播出 可以給全天下的傻女人 作為借金 記住喔 一定要做一個有智慧的女兒 千萬不要做傻女人 愛情該是我們的 我們就把它接受享受它 不該是我們的不要強求 千萬我們真的不能做傻女兒 記得繼續收看我們的 開運建金坦 感謝我們的三位特別來賓 謝謝兩位老師 謝謝 拜拜